但你知道这个事 让我最气的是谁吗 是陆芒 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怎么了 这事就 就这么完了 我在和人事部协调 但事是他们做的 能协调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不是 陆总 我们是你带来的 你心里也很清楚 为了这集试播 我们所有人熬了多少天 付出了多少心血 你们的辛苦我都看得见 但公司规定就是公司规定 小文也确实连续三天早退 林达也确实在公司里面做直播 这些都是公司硬性条例不允许的 没有想 想要留下来 除了股犯错 不过 还得证明自己有能力 以后做事 说话 都别那么冲动 也不是为了朋友一起 就不管不过的年纪呢 对了 把这个送上去 还找侯勇 要排播了 吓我一跳 怎么了 我还与你加班去了呢 诺姐 小文姐连续三天早退 乔元和林达两个人隐婚入职 还私下开了网店 违反了公司条例 今儿他们都被 都被公司开除了 其实我知道他们做得不对 但是我觉得 人都有第二次的机会嘛 再说了 他们的工作 也都按时按量地完成了 你批评 处分都可以 干吗这么决绝呀 这么大一家公司 怎么就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谢谢 那你说 这么没有人情味的一个公司 为什么可以做到上市五百强呢 你这么冰雪聪明 道理你都懂吧 当然了 这战友的离去呢 难免有点伤感 可是换做这种事 发生在你不认识的人群 也是很常见的吧 是 道理我都懂 我也能理解 但你知道这个事 让我最气的是谁吗 是路芒 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是 看走眼了 你这个老板呢 我不熟悉我也不了解 但是到了他这个年纪 就算他对很多事情的感受 跟你是一样的 他也有很多身不由己吧 诺姐 没办法像你这么冷静 那些都是我朝夕相处的朋友 同事 我做不到那么冷静 我没有让你冷静 我只是教你一个道理 当你讨厌你周围的人 最好的表达方式 不是跟他们争吵 而是自己勤快点 加把劲 赶快让他从你们身边消失 这样他们就跟死了差不多 算是我的职场戒严吧 我经常对自己说 唯一区别自己跟对手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强 否则你再伤心 再难过 再生气 都改变不了任何局面 嗯 你说得对 我要变强